终身成就奖 得奖人 王瞳 电影的播种者 王瞳是华语电影史上其中一位最重要的电影工作者 为8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先驱之一 从影至今超过50年 剧情长片共15部 以沉稳深厚的文化背景与温度 精雕细琢 作品别具意境 电影当然是一种商业行为 但是它参与很多艺术的形式在里面 比如美术 音乐 综合体 所以电影是迷人的地方 因为电影在说故事 从影像在说故事 所以观众非常喜欢 不管它三听电影 爱听电影 但是观众都爱看 它还是讲美的这方面 到目前我们在学校教书就看到 很多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很多想学电影都往台湾来 王瞳导演他是美术出身的 所以他从做导演 做监制 做制作 做这个布景 然后做美术 都是他的强项 后来在台北艺术大学他教学 那他教学的时候 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王导演付出很多在教育方面 把他毕生的这个经验 各个面向都有培育各个不同的人才 然后这个其实对我们国家非常的重要 我怎么拍是技术 为什么要拍是思想 所以思想加上技术才能好的作品 所以在北一大教书最有意思就是 我们要给学生讲艺术面面观的问题 思想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连心理学都要学 电影很麻烦 然后才到你去现场去拍 你要人文教育 音乐教育 绘画教育 建筑教育 史诗教育 文学教育 这个太多 所以一个好的电影人才 并不是在电影里面找到电影的素材 年轻人要大量请老师带领你进去 领悟新的人文精神东西 从影迄今五十余年 荣获无数的奖项 王瞳导演更跨足投身于教育上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用心教导 教育 他是带动台湾电影蓬勃发展的重要推手 也是电影的播种者 让世界能看见台湾